歡迎收看吳秉承 陳薇鑽廚房料理頻道 我是吳秉承 今天是粉絲們點菜時間 點了什麼菜呢 點了一道 豆酥鱈魚 很多人呢 想要學這道菜可是不好做 可是我告訴大家 他也不好買 今天的豆酥我跑了五家 買不到就是買不到 所以呢叫他做了另外一個方式 去改變他一下 不要用豆酥用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用蒜頭酥 所以叫他做一道蒜酥蒸 鱈魚囉 蒜酥鱈魚 這道的食材有 鱈魚一片 蒜酥30克 紅蔥頭酥30克 蒜末30克 蔥花30克 辣椒末10克 香菜10克 香油兩大匙 一開始的部分呢 鱈魚買回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外皮的地方 其實他還有細菱片 所以這個要用刀子把它刮乾淨 洗乾淨之後呢 我們再拿來做蒸煮 那這道菜其實分兩個階段 都很簡單 鱈魚放在我們這個盤子裡面 準備一個蒸魚的這種魚露的醬油 你可以市面上買得到 或者是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譬如像醬油膏 調一點點樹脂的這個湯汁 它有一點甘甜味 醬汁的部分需要一點甘甜味 這個我們就該把它淋上去 大約兩大匙左右進去 然後一樣就是加一點點的這個米酒 去腥味 再來準備這個保鮮膜 把它蓋起來 這樣子外鍋的水分就不容易跑進去 來 進電鍋 或者是進蒸鍋都可以 水分的部分呢 大約加一杯水 那你一般蒸鍋的蒸煮 如果是水是沸騰的 放進去大約在8分鐘至10分鐘左右 那電鍋這個一樣 放一個架子 然後把它放進去 蓋子蓋起來 好 這個就把它切下去 好在蒸煮的過程呢 我們教大家 如何把這個蒜酥把它炒香 淋在這個選魚上面 魚的部分呢已經蒸好了 我們就直接先把它打開 畢竟我們在蒸魚 所以不需要去燜 只要電鍋跳起來就可以了 不過拿的時候要小心一點點 準備一個架子 就先把它請出來 保鮮膜這時候就可以把它打開 蒸魚的那個鮮度非常的棒 這個時候準備個鍋子 豆酥就要來了 不是豆酥 今天是蒜酥 真的買不到豆酥 所以這道菜呢 你可以學著想要吃像豆酥鮮魚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改成像蒜酥 這個吃起來不酥豆酥 準備兩大匙的這個香油 放到鍋子裡面來 因為新鮮的這個蒜末比較多 大約在30克左右 把它炒香 香氣的層面呢 今天會有三層 第一層的部分就是新鮮的這個蒜頭 會帶一點點辣 第二層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家的這個已經市面上炸好的這個蒜酥 第三層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紅蔥頭酥 這個都是你在我們的賣場非常好買的 或者是在家裡自己做的時候 可以變一些起來 那在這個下鍋時候的時間點 味道出來之後速度就要增加 就要變快了 轉成小火量 就是這樣 避免你的蒜頭旁邊有點焦化 然後拿一雙筷子 就用轉圈圈的方式 那建議大家呢 炒這個蒜酥的部分 鍋子不要太大 因為鍋子太大 旁邊的這些的蒜頭會容易焦 所以鍋子小一點 你比較好操控 那我等什麼呢 等它上色 只要上了顏色之後 我這些其他的東西就要進去 微微的上色的就像這樣子 帶一點點的這個金黃色 第一個部分就是蒜頭輸進去 一樣動作就是轉圈圈 第二個部分就是紅蔥頭輸進去 動作還是一樣 就是持續的轉圈圈 這個時候它會跑到這個鍋邊 就盡量把它撥均勻撥進來 第三個部分就是這個蔥花 再把它放進來 味道的部分你可以在這個上面呢 加一點點的這個鹽巴 把它撒進去 不要太多 因為你的魚露的部分還是有鹹度在 自己做的你看這樣速度又很快 帶一點點的這個胡椒粉 放進去 好火關掉 香菜 這個時候放進去 鍋子現在還是持續是熱的喔 別忘了你的筷子還是要煸炒喔 好了之後呢 就拿一個湯匙直接撒到我們的雪魚上面 你看這個比你在炒豆酥還要乾爽 而且說真的比較好買比較方便 今天叫這道菜呢 讓整體的部分呢 讓它變得更簡單 你也可以吃得到像豆酥的那種口感 上面你就可以再撒一些辣椒上去 就非常漂亮 而且有香氣帶一點點的辣 蒜酥鱈魚完成囉 你學會了嗎 Cybill 所以是임他這道菜 Cybill 芳 Cybill 所以是 Cybill 就像一島 ings Evet 若干 描成